這個是Canon的EOS-R 它的新的Full-Frame-Aless 那麼也是跟M50一樣 也是有在用這個YN622C Version 2 也是有同樣我之前給Video的問題 我DEMONSTRATE給你看 那麼現在把這個Transceiver放上 把閃光燈放上 放上了以後呢 都打開 那麼你就可以看到 現在這個相機知道有閃光燈 那就沒錯 就照 照完了以後呢 還可以再繼續下一張 它還是一樣 它都還是有閃光燈的Signal 那就沒有錯 好,那麼現在呢 我就要把閃光燈關掉 那閃光燈關掉呢 就把這個 我先把閃光燈關了 把這個Transceiver關了 關了以後呢 相機裡面 它還是以為有閃光燈 那這樣子不行 因為在Mirrorless裡面以後 它會有那個Exposure Simulation 所以呢 雖然閃光燈現在照相不會閃 但是這個螢幕上面的Exposure 那個Simulation還開在那裡 它以為有閃光燈在那裡 所以那個Exposure看的不正確 所以這個跟M50也是同樣有問題 所以呢 要麻煩要看看這個Firmware 也許是要update一下 好 那麼這個問題呢 是只有在這個 YN622C Version2裡面 那麼在Version1的這個Transceiver 沒有這個問題 那假如你們在做Firmware 可以更好可以再做更好的話呢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那什麼問題呢 就是在用CanonMirrorless的時候 我假如我想要閃光燈不要閃 那我把這個關了 這個關了 我還要順序還要正確 我要上面先關 然後才關這個 那我假如關一個 或是關這個 我現在講的是Version1的 不是Version2 關這個或是鑽這個 都沒有用 還一定要這個先關 然後再關這個才行用 那麼假如可以把它做成說 我關了這個相機也就知道關掉 或是關了閃光燈相機 知道可以關掉 那就更好了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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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